今天为你解读的是摩根财团的下集 在上集中 我们讲述了摩根财团的崛起 以及小摩根皮尔庞特 如何打造金融产业帝国的故事 下集中 我们将解读皮尔庞特去世后 摩根财团的发展历程 本集内容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摩根财团分家 第二部分是摩根财团的转型 首先讲第一部分内容 1913年3月 小摩根皮尔庞特 病死在埃及首都开罗的一家豪华饭店里 摩根家族三代单传 皮尔庞特的独生子杰克·摩根 毫无疑义地继承了摩根财团的最高权力 杰克性格温顺柔和 比较被动 不像皮尔庞特·摩根那样 年轻时就野心勃勃 并将进取之心 管传一生 杰克本人的职业意愿是想成为一名医生 但为了家族事业 皮尔庞特不遗余力地想把杰克培养成一个杰出的企业家 杰克25岁的时候 就成为摩根银行在纽约 费城以及巴黎三处分行的合伙人 成为摩根财团掌门人后 杰克首先要对付的就是父亲留下的一批强势合伙人 皮尔庞特选拨合伙人的标准 不是看对方拥有的财富能否增强银行的资金实力 而是看他的头脑与财干 摩根为财适用的佣人之道 让摩根财团拥有了许多一流人才 杰克执掌摩根后 采取自我保护方式 做了皮尔庞特绝不可能做的事情 将权力下放给戴维森 拉蒙特和其他合伙人 以一种相对超脱的态度掌管全局 绝大多数时候 都是由戴维森 拉蒙特抛头露面 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杰克摩根虽然仍然掌握大权 本人却极少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 一方面是因为杰克对父亲 频频遭到社会舆论抨击 兴有余计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家族信誉 在新的时代已经不再重要 摩根财团需要淡化家族色彩 避免给公众留下家族 仍然在掌握国家财经命脉的印象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摩根财团打出的不再是家族名号 而是站在英美协约国一方 突出自己的昂格鲁萨克逊清教徒形象 与代表同盟国的犹太裔银行家 针锋相对各式手段 鼓动美国政界和公众同情自己的阵营 私人银行的一大特征就是通过跟主权政府做生意 打通政商界限谋求最大利益 罗斯柴尔德家族资助过英国购买苏伊士运河 打克里米亚战争 巴林银行资助过美国向法国购买路易斯安那州 老摩根朱尼厄斯的第一笔大生意也是来自政府 他在普法战争中替法国发行债券 募集战争赔款 一举赚到了150万英镑 私人银行从政府生意中获得的不仅仅是中介费 还有信用背书 这提高了他们在公众心目中的声誉 当时的观察家评论说 世界上有六大强权 英格兰 法兰西 美利坚 俄罗斯 罗斯柴尔德和摩根 摩根财团帮助美国政府发行过内战债券 帮助一战协约国发行过战争债券 还负责监督协约国的军火物资采购 这些业务让他们与大企业的联系变得密切 一战后 在巴黎河会上 摩根参与德国战争赔款方案的设计 则夯实了摩根国际货币清算银行的地位 摩根合伙人中风头最近的要属汤姆拉蒙特 他性格外向清和 富有魅力 是商业 金融和外交领域的全才 曾经主导过通用公司和杜邦公司的证券发行业务 并一直以摩根财团代言人的身份 与外国政要打交道 当时的媒体评价说 摩根先生对拉蒙特讲话 拉蒙特先生对公众讲话 拉蒙特在1919年的巴黎河会上十分活跃 无处不在 让人觉得好像摩根财团在主持这个会议 他还带领摩根财团 充当美国金援外交的急先锋 在中国 日本 墨西哥 阿根廷 组织营团 实施经济殖民 日渐强势的合伙人 与摩根家族成员的第一次公开冲突 发生在1931年9月 当时就英国是否应该维持金本位 汤姆拉蒙特与杰克摩根在公开媒体上 发表了立场不同的见解 拉蒙特没有选择私下解决问题 而是给杰克摩根去了一封措辞严厉的公开信 指责他支持取消金本位的看法 与摩根一直以来的原则相抵触 要求杰克停止与新闻界接触 本书作者认为 这封信虽非刻意为之 却标志着摩根财团内部合伙人 与家族传人之间地位的转化 尽管杰克摩根和他的两个儿子 都继续在摩根金融机构任职 但朱尼厄斯和皮尔庞特时代 那种家族的绝对统治地位 从此一去不复返 摩根合伙人在国际舞台上长袖善舞 美国本土经济又出现周期性危机 这次危机非同小可 将美国带进了将近十年的大萧条 与过往的危机一样 序曲仍然是华尔街股灾 这次危机引发的公众愤怒 将给摩根财团带来灭顶之灾 1929年10月24日 黑色星期四是股灾的起点 摩根财团与其他银行家也曾企图联合救市 但经时不同往日 私人金融机构投进去的救市资金 只是杯水车薪 五天后的黑色星期二市值狂跌22% 再也没人赶出来救市 股市一路下跌到1932年7月 道琼斯指数从435点跌为41点 这场股灾让数以千计的股民和股票经纪人 跳楼自杀 实体经济也受到了拖累 美国钢铁公司的股价 从262美元跌至21美元 通用汽车公司从92美元跌到7美元 无力在扩大生产的企业纷纷裁员 在胡佛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 1932年 1.25亿人口的美国有1300万人失业 200万美国人搭乘棚车四处寻找工作 夜宿流浪汉营地 在大萧条中挣扎的人们不停追问 好好的生活 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损失惨重的公众 不可能对着空气发怒 需要找一个具体对象来负责 这时摩根财团就是一个很好的标靶 股灾中蒸发掉的巨额财富都哪去了 听起来最合理的解释就是被摩根们撕吞了 政客们也将公众愤怒的矛头 映向了金融机构和银行家 胡佛总统多次发表讲话 向公众解释 灾难之所以发生 纯粹是因为股市里有些人 一门心思靠做空股市发大财 人为制造了这场悲剧 而这些大空头的幕后操纵者 就是摩根财团这些银行家 胡佛在1932年大选前下令 要求参议院对华尔街金融机构展开调查 胡佛的继任者富兰克林·罗斯福上台后 加大了调查力度 任命纽约州助理检察官费迪南德·佩克拉 主持对华尔街巨头的调查 佩克拉促使参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 授权委员会敬驻摩根财团不受限制的查阅账目 佩克拉的侦探们在摩根财团总部连续工作了六个星期 仔细审查摩根财团从不向外人出示的记录 结果让人震惊 摩根财团的账目问题很多 佩克拉的团队揭露出 杰克摩根三年没有缴纳过索德税 摩根财团所有二十个合伙人近两年也是分文未剿 第二天摩根合伙人逃税的新闻就登上了大众媒体头版头条 更有甚者 摩根财团有一个优惠客户名单被抖出来 里面集中了美国政商两届的头面人物 摩根向他们发售大公司的原始股 美国股市在1929年股灾之前一路扶摇直上 这些股票很容易就翻倍 摩根合伙人的私人文件里还记下了这种 馈赠是跟对方给予摩根财团的帮助相关联的 这种涵盖共和民主两党的大公司高管的优惠客户名单 证实了公众对华尔街的挖苦 华尔街与政界沆瀣一气 暗箱操作 有摩根的帮助 达官显贵 轻易就能发财致富 政治家们需要赶紧撇清自己 声明白宫和国会将永远站在公众一边 不会同情审判席上的摩根财团 在这样的气氛中 决定摩根财团命运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出台了 摩根财团在监管压力下被迫拆分 1933年6月 国会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这个法案要求金融机构只能在存贷业务和证券业务中 选取一种作为主业 不得混业经营 这是对摩根财团的致命一击 从欧洲巨富和新兴的本土工业家手里获得资金 再将这些资金用于购买大企业发行的股票和债券 把交易中介费 债券利息和股票增值 一并收入囊中 这是摩根的基本盈利格式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将这个模式一刀切为两断 摩根财团必须做出选择 事实上 第三代摩根掌门人拉蒙特 把所有摩根合伙人召集到自己的别墅 召开秘密会议 讨论的过程不得而知 结果是决定将摩根财团一分为三 这批摩根银行将作为普通商业银行 开展存贷款业务 另外拆分出一家公司摩根士丹利 作为投资银行 主打证券业务 而摩根财团在欧洲的部分 成为摩根建附银行 仍然主打传统的私人银行业务 分家后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 三家摩根实际上还在共享客户资源 暗中联手获利 摩根士丹利作为投行 没有柜台工作人员 发债结算 支票和证券的实际交换 都委托给了这批摩根办理 两家摩根银行在华尔街120号 合用一个食堂 合伙人鼓励他们的雇员 彼此建立亲善关系 互相介绍生意 1973年6月 三家摩根甚至在白鼠百慕大群岛 举行秘密会议 探讨绕开美国法规 重建摩根财团 但这个宏伟计划 因为缺少一个像皮尔庞特 或者汤姆拉蒙特那样 能一锤定音的领袖 最终不了了之 三家公司彻底分道扬镳 1976年 摩根士丹利并购了原来摩根财团 在巴黎的业务 改名为摩根士丹利国际公司 并将总部迁往伦敦 1979年 这一批摩根在伦敦开设 摩根担保有限公司 经营欧洲市场的证券承销业务 同一年 摩根建负建立了反攻新大陆的 滩头战地 纽约办事处 随着家族领袖和天才合伙人 先后离世 三家摩根的业务领域不断重合 从业人员也逐渐职业化 维系三家摩根之间的纽带逐渐松散消失 摩根字号变成了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古老标志 好 摩根财团的分家就为你讲到这里 下面我们来讲第二部分内容 摩根财团的转型 先介绍摩根家族后裔的去向 再讲一讲三家新摩根机构的发展和创新 摩根财团拆分后 三个继承机构中仍有摩根家族成员的身影 比如摩根三世的儿子哈里 就是摩根士丹利的创始合伙人之一 哈里的两个儿子也曾先后成为摩根士丹利的合伙人 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 再也没有人能够只靠着摩根这个名字和家族血统 来决定自己在银行里的地位 摩根后裔查尔斯摩根 作为摩根士丹利合伙人 曾一度主管银行的办公室和电话维修之类的行政事务 一位新合伙人第一天来摩根士丹利上班 被告知跪在那儿拿着改锥替他修门把守的那个人 就是皮尔庞特的重孙子 不仅仅是摩根家族成员 财团内那些身着硬领艳伟服 与国王首相大企业创始人谈笑风生的精英合伙人 也都消失在历史中 二战后 金融业的趋势是银行业务同质化和从业人员职业化 昔日集中在王公贵族手里的财富散入普罗大众家 美国中产阶级数量巨增 他们拥有的财富也呈几何级数增长 银行业顺应局势变化 将业务重新转向新兴的中产阶级 面向他们吸收存款 发放消费贷款 而沿袭老摩根做派 只在大客户圈子里做业务的这批摩根 不知道怎么才能像竞争对手那样 从中产阶级手里拉到存款 新兴市民银行的营业额不断飙升 这批摩根的业绩排名却是直线下滑 要保住摩根昔日的荣光 当务之急是扩大资本规模 幸好摩根这个名号还是很值钱的 美国担保银行愿与这批摩根合并 此时的美国商业银行为了迅速扩大资本 一般都采取公共公司结构 为了跟新伙伴联姻 这批摩根必须改掉合伙制 摩根财团创立以来 一直沿用合伙人模式 一旦合伙人带着自己的资本经离开 就会使银行资本大幅下降 同时合伙制也不利于银行通过合并 做大做强 这批摩根改制之后 于1958年与规模式自身四倍的 美国担保信托银行合并 总资产扩张到40亿美元 终于重新回到了美国银行业第一阵营 1961年 美国金融业的一次创新 让摩根得以进一步扩大融资能力 美国第一国名城市银行 发明了一种交易模式 把银行的大额定期存单 出让给其他金融机构换取现金 这种可转让大额存单交易 打开了同业间票据交易的大门 一举拓宽了银行融资的渠道 这样一来 摩根就可以从其他银行手中融资 比他们自己辛辛苦苦向普通市民拉存款 容易得多 摩根本身也在不断创新融资方式 摩根的一位雇员发明了一种交易模式 让信贷业务量不大的小型银行 将高出法定准备金的剩余存款 借给大银行 收取短期利息 同业间的票据交易和资金拆借 形成了一个统一资金池 只要能给到合理的利息 谁都可以从里边拿钱出去 做自己的信贷业务 这些创新 化解了摩根缺乏吸纳普通客户存款能力的难题 拯救了摩根 但是也消灭了摩根 因为由此产生的利率的透明化 使摩根掌握大客户的能力失去了意义 大企业需要借钱 发债时将根据资金成本 而不是过往的密切关系 来选择提供服务的银行 现在既然大家都在一口锅里边捞饭吃 也就不存在什么零售银行 和高高在上的私人银行了 在融资创新之外 摩根也开展业务创新 推出了海外证券脱存的业务 通过这项业务 美国公众可以直接用美元购买外国公司的股票 摩根利用自身的全球影响力 打开了外国公司到美国融资的闸门 由于海外证券存托业务 买卖的是国外公司股票 就绕开了美国金融监管法规 使摩根重新游回到资本和货币市场 摩根还将注意力放到国库券和市场证券的发行上 在20世纪60年代成为美国最活跃的公共债券发行商 在1987-2008年的历次全球金融危机中 这一批摩根都以其稳健的风格 强大的实力化险为宜 不但自身毫发无损 还借机合并了大通曼哈顿银行 收购了全美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 不断提升资本实力和行业地位 与大通曼哈顿银行合并后 这一批摩根改名为摩根大通 他今天仍是世界金融行业的大佬 这一批摩根的转型就讲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看看摩根财团拆分后成立的摩根士丹利 摩根士丹利是摩根后裔中最年轻的一支 却继承了最多的摩根基因 他从一开始就拿到了老摩根财团的核心业务 替大企业和主权国家政府发行证券 摩根士丹利成立的第一年就包揽了美国市场四分之一的证券发行业务 总额高达十亿美元 靠着摩根的名号 由摩根士丹利牵头的证券成销 往往能组织起一百多家主销商 五六百家分销商 往日摩根产业帝国的重要成员 纽约中央铁路公司 美国电报电话公司 杜邦公司 美国钢铁公司 以及阿根廷政府 加拿大政府 都是他的常客 后来又把石油新贵标准石油 埃克森 英核翘牌等拉近客户名单 摩根士丹利通过不断地开拓新业务 成为行业风向标 他们发明了敌意兼并和杠杆收购 简单来说 就是通过短期贷款 中长期债券和信托计划 为一家公司并购其他公司提供资金 这些贷款和债务最终都有企业来扛 而其中的每个环节 摩根士丹利都可以赚钱 摩根士丹利还将美国国债 推销给外国主权基金 并且从事外汇 黄金和金融期货的高频交易 作者在书中评价 摩根士丹利每个月都会搞出来一种金融创新 可以说战后美国金融行业步入赌场时代 摩根士丹利功不可没 摩根士丹利对于自身的改革也非常彻底 为了应付越来越庞大的证券业务 他在20世纪70年代从合伙制转为公司制 打破了老摩根金融机构一直坚守的小巧精致 只有两三百雇员的旧格局 1986年摩根士丹利向公众出售20%股份 彻底的成为了公共公司 到本书出版的1990年 摩根士丹利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公开上市公司 有114个执行董事 148位有限合伙人和4000名雇员 下面我们来看第三个摩根机构 由老摩根朱尼厄斯亲手创办的摩根建父 他是摩根财团历史最悠久 也是最后扔掉私人银行身份的金融机构 直到20世纪60年代 摩根建父仍然依靠私人关系 替英国女王文莱苏丹这类仅存的王公贵族打理财物 20世纪70年代 摩根建父开始做并购业务 摩根士丹利做并购主要是从资本市场筹集资金 而摩根建父却描上了石油美元 他利用中东阿拉伯国家对犹太裔金融机构的警惕 利用摩根财团昂格鲁萨克逊清教徒的非犹太人身份 将绝大部分中东石油美元拉入自己的账户 利用这些资金完成了英国美国国债的发行 以及英美烟草公司 莫多克新闻集团等大企业的跨国并购 摩根财团分家之后形成的三家新摩根 主动顺应时代潮流不断创新转型 在各自的领域重新崛起 但是为了生存和盈利 摩根财团的后裔们也不得不放弃许多老摩根坚守的原则 在战后金融业赌场时代里如鱼得水 甚至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本书作者将二战之后的世界金融业发展称为赌场时代 明显带有批判的意味 赌博是一种零和游戏 不能创造价值 只能转移财富 作者认为 当金融机构不再创造真正的价值 一切只为纸面财富增长 华尔街就和拉斯维加斯赌城没有区别 过去摩根财团主兼企业兼并 根本目的还是实现规模效应 形成价格联盟 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 保障投资者能按期收到红利 债券能如约兑现 但在赌场时代 投行关心的重点可不是被并购企业的命运 更不可能为已经脱手的证券终身负责 他们关注的是成交量和年度排名 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摩根士丹利、高盛、底波士顿和雷曼兄弟 已拿到年度并购总金额全球第一位目标 在华尔街兼并市场上追逐竞争 在激烈的竞争压力下 摩根士丹利放弃了等人上门的老传统 兼并部的七十五位专家 在地图上搜索 寻找目标公司 销售经理放下身段 一扫过去的清高做派 敲开了人家的大门 劝诱客户冒着高杠杆的风险 去收购标的公司 这些并购 非但没有提高美国企业的盈利水平 反而因为凭空增加的并购费用 让他们的财务报表更难堪了 里根总统八年任期内 美国宏观经济增长强劲 而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反而变差了 1987年股市崩溃前 美国上市公司的债务达到了1.8万亿美元 公司盈利的一半都付了利息 摩根财团的后裔们 之所以并不关心资金流向何处 不管并购后果如何 只求这些钱能够经自己的手 是因为其中利润丰厚 他们不光能拿到中介费 还可以在杠杆收购的中间环节 比如安排过前贷款 发行企业债券中大捞一笔 摩根士丹利曾经帮助KKR公司 以42亿美元并购了 美国化工企业龙头欧文斯·伊利诺斯 摩根士丹利拿到中介费 过桥贷款利息和债券盈余三笔收入 一共5400万美元 他为这笔并购 提供了6亿美元的短期过桥贷款 而当时摩根士丹利总资本 才15亿美元 国会历次听证会 目的都是想控制住投资银行 用别人的钱为自己盈利 现在看来都落了空 为了能够把杠杆收购业务 不断做下去 摩根后裔们不惜用摩根这块精子招牌 为资产实际盈利能力极差的垃圾债券 做信用背书 经他们梳装打扮 放到资本市场上销售的企业债 事后往往被证明纯属垃圾 比如摩根士丹利 为人民特快航空公司 承销的5亿美元企业债 很快就因为公司走向破产 让投资人血本无归 作者在书中预测 投行们毫无揭操地 替这些垃圾债券找买家 迟早要给世界带来麻烦 本书出版10年后的2009年 由垃圾债券刺激贷 引发的一场金融危机席卷全球 但摩根士丹利 花旗银行这些始作俑者 却因为大而不能倒 得到美联储的救助 当美国公司收购浪潮涌起 并购规模突破2000亿美元时 媒体再度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投行 摩根士丹利新生代领导人 埃里克·格里切尔站出来辩护说 看着世界上国家债务和个人债务的规模吧 难道区区几个兼并交易 就会打破平衡制造灾难 他的这个辩护确实有些道理 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瓦解 信用创造失去了控制 人们在发债借钱方面越来越大胆 到了2018年 美国国债规模达到22.5万亿 是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06倍 政客们害怕得罪选民 不敢加税 只好发行国债来解决当下的财政赤字 在探讨如何最终解决庞大的债务时 政治家和银行家们 都喜欢引用凯恩斯的那句名言 长远看来 人都是会死的 然而我们的后代还得活着 并为他们优手好闲的先辈还债 到这里 本期内容就为你讲完了 简单总结一下 摩根三世捷克摩根权力下放 和强势合伙人崛起 让摩根家族逐渐失去了 对摩根财团的掌控 美国政府的金融监管 让摩根财团被迫拆分为三家机构 这批摩根银行 摩根士丹利和摩根贱负 二战后 批发银行模式衰落 三家摩根在困境中依靠金融创新 各自寻找到突破方向 分别成为所在领域的领军者 但是杠杆并购 垃圾债券这些创新业务 在创造丰厚利润的同时 也逐渐远离了皮尔庞特时代坚守的原则 皮尔庞特摩根曾在普约听证会上 置地有声的声明 即便法律不要求银行家为每一张债券 每一份股票的价值负责 银行家遵守的道德原则 也要求他们为自己发出去的每张债券 终生负责 好 摩根财团这本书就为您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